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话题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如何稳稳的获胜 最近一篇文章指出 中国在超快速充电电动车电池的研发中大获全胜 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从电动车到可再生能源 甚至到钢铁生产 中国的控制力与日俱增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工业基础 中国都在引领潮流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 特别是英国和德国 却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 英国的钢铁行业被迫延迟转型 而德国的传统工业巨头也因为成本问题而停滞不前 这不仅暴露了他们在清洁能源转型上的脆弱 还让他们在钢铁生产上越来越依赖中国 这意味着随着西方国家逐步去工业化 中国不仅在生产上占据主导地位 甚至还在全球碳排放问题上成为了新的罪魁祸首 所以各位观众 这是一场不容小觑的全球竞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中国如何在各方面都在获胜 这篇文章最初由Telegraph发布 本文探讨了中国在多方面取得胜利的现象 尤其是在能源转型和工业能力方面 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新闻标题 展示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和西方国家在能源转型中面临的困境 文章开篇引用了在oilprice.com上的一则新闻 标题为中国在超快速充电电动汽车电池的竞赛中获胜 这篇新闻强调了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领先地位 尤其是在解决充电问题的技术开发方面 不过 作者进一步扩展了这个话题 指出中国不仅在电动车领域 而是在涉及政府推行的能源转型的各个领域都占据了优势地位 包括风能 太阳能 电力生产 制造业和矿物加工等 接着 作者引用了来自Energy Live News的一篇报道 该报道指出英国的钢铁企业计划 推迟其绿色钢铁转型计划 本市计划在2025年前将煤炭高炉转变为电葫芦技术 但由于国家电网直到2032年才能提供足够的电力支持 计划被迫推迟 作者对此进行了批评 指出西方国家在能源转型承诺上的延迟和不断修订目标的趋势 此外 作者通过另一条来自德国的新闻展示了类似的问题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鲁伯正在审查其绿色钢铁生产计划 并因项目成本超出预期而暂停相关项目 这导致了该国钢铁厂的进一步闲置 而中国则可能填补全球钢铁需求的空缺 文章还提到英国关闭了最后一座燃煤电厂 尽管这表面上是一个朝着实现碳减排目标迈进的一步 但实际上全球碳排放并未因此减少 由于中国仍在不断建设新的燃煤电厂 并在总体上优先考虑能源安全和经济增长 全球的碳排放反而可能向中国转移 作者总结道 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和能源政策 只会导致经济权力和碳排放向中国的转移 使得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看 这篇文章揭示了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能源政策和经济策略的复杂性 中国在工业和技术发展中展现出的灵活性和快速适应能力 使其能够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核心位置 相对而言 西方国家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时面临的挑战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 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 以及对既有工业模式的依赖 导致他们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文章尽管指出了中国的优势 但未能深入探讨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潜在挑战 比如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问题 同时 西方国家的能源转型尽管进展缓慢 但在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技术革新上仍然存在潜力 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看 文章所描述的现象 也反映了全球资本流动和产业链重组的现实 中国通过产业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 吸引了大量的全球资本 将西方国家的工业设施和技术转移到中国境内 进一步增强了其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国际关系的视野下 文章的内容也对全球权力格局的转变提供了一个切面的观察 西方国家在能源政策和产业政策上的犹豫和分歧 使得他们在面对中国时缺乏统一的战略 综上所述 本文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视角 来审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 同时也呼吁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其政策方向 以避免在全球竞争中进一步失去优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占据着领先地位 特别是在电动车电池技术的开发上 我们看到中国不仅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还在全球供应链的控制上展现了强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在2021年达到352万辆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 这样的数据证明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领跑地位 相比之下 西方国家在能源转型上的进展缓慢 常常因为内部政策的掣肘和基础设施的限制而停滞不前 英国和德国的去工业化过程 反映了他们在低碳经济的实践中遇到的困难 而中国则能以自己的方式 行稳致远地实现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 中国在这场全球竞赛中的确是获胜者 并将继续在未来的能源革命中保持领先 楚先生 我不得不指出中国的所谓获胜其实是建立在不考虑环境代价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煤炭消耗一直居高不下 2022年中国的煤电厂数量占全球新增的55% 这无疑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的风险 英国和德国的去工业化是为了实现更可持续的目标 虽然短期内有经济压力 但他们正致力于长期低碳经济的转型 事实上 他们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并没有停滞 反而投入了更多资源 相比之下 中国的能源政策似乎更关注于短期经济增长 而忽视了全球环保的责任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策略未必能持久 随着全球对环保要求的提高 中国的煤炭依赖终究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谢小姐 虽然中国在煤电方面的投资引发了争议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环保方面毫无作为 事实上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者 仅2021年 中国在风力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上的投资 就达到了2660亿美元 远超其他国家 这表明 中国并非只关注短期经济利益 而是在积极推动能源结构的多元化 同时 中国也在大力推动环保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如在北京及其他大城市实施的电动公交车计划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城市的碳排放 相较之下 西方国家的能源转型 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和经济压力 这使得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速度上不及中国 因此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不容小觑 楚先生所言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确实值得注意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相对于其总发电量仍然偏低 2022年可再生能源仅占其总发电量的27% 这意味着 尽管有大量投资 中国的能源结构依然严重依赖于化石燃料 尤其是煤炭 这不仅造成了环境问题 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西方国家在低碳技术的创新上或许进展缓慢 但在环保政策的推动上却更具决心和责任感 正如我们所见 德国在2038年前逐步淘汰煤电的计划 显示了其在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上的坚定承诺 而中国在履行环保承诺上仍有待提高 需要更加平衡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以避免长远的可持续性风险 谢小姐提到的数据确实让人关注 但中国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 不容小觑 例如中国已经承诺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这一目标比许多发达国家的承诺更加积极 而在减少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 中国政府也在国内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政策和措施 这些措施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和地区显现出成效 空气质量和河流水质都有所改善 同时随着科技进步 中国在碳补桌和储存技术 以及新材料研发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为未来的低碳转型奠定了基础 西方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虽有坚持 但面对的内部经济和政治困难更大 总体来看 中国在全球能源竞赛中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 并且有能力逐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楚先生提到的中国承诺和措施固然值得表扬 但我们也必须警惕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的挑战 历史上 中国在执行环保政策时常常面临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阻力 这些阻力有时会导致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打折扣 即便中央政府有意愿推行严格的环保标准 这些标准在地方层面上的落实仍需时间和努力 相反 西方国家虽然在经济上面临挑战 但其在环保政策的执行上更加透明和稳健 以德国为例 其在可再生能源使用方面已经占到其总发电量的42%超过了中国 这说明即使面临困难 西方国家在环保方面的努力依然着有成效 因此 中国在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仍需更加大力推动基层执行力 确保环保政策的全面落实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政策承诺层面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展现了对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角色和挑战的深刻认识 两位辩论者的观点各具特色 却在某些层面上也存在着激烈的碰撞 使得这场辩论引人入胜 楚天书强调中国在新能源技术核实场份额上的优势 并指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的巨大投入 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 他所描述的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领先地位 并不能掩盖其仍旧对化石燃料 尤其是煤炭的高度依赖 虽然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但如果这些努力未能有效改变其能源结构 从长远来看 这样的成就难以支撑其在全球能源竞赛中的优势地位 楚天书对于国内外政策环境的比较 也未能深入探讨西方国家在实现长期环保承诺上的坚持与努力 这使得他的论点显得有些片面 而谢奇奇的观点则十分尖锐 他提出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努力经常受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阻力 强调了政策执行中的难题 他在强调西方国家在环保政策实施上的透明与稳定性时 让人们意识到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与执行李之间的关联性 谢奇奇的辩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若无法妥善解决 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总结来看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均揭示了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复杂面貌 楚天书所强调的中国在新能源市场的突出地位 与谢奇奇所指出的环保政策执行中的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能源转型之路并非一番风顺 而是需要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 未来 中国要想在全球能源竞赛中真正立足 必须在政策执行上提升透明度 增强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并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这才是希望在未来的能源转型中取得胜利的关键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